想知道当红的话题用英文怎么说吗? 跟着News ABC 听时事 学英文 Come on, everyone! 那全球暖化的问题这么严重 除了我们大家平常熟知的那些方法以外 还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可以帮助这个问题解决呢? 那我就再跟你们分享一个你们绝对不知道的方法吧 日前有专家指出油炸食物烹饪的过程中 所释放出的含脂肪酸分子的水汽 有助于形成匀层 可帮助地球达到降温的效果 而且还可以让全球暖化速度变慢哦 而且空气中有10%的微粒分子是由烹饪油脂所造成 但这些油脂却能保住大气中的水分形成匀 帮助地球达到降温的效果 使全球暖化的速度趋缓哦 哇,没想到吃炸的东西竟然可以帮助地球降温耶 这样子就有理由可以吃炸物了 但是身体还是要顾哦 那我们今天就借由这篇新闻来学一下英文单字吧 第一个单字是 Global warming 全球暖化 Global warming 来,跟我一起念一次 Global warming Global warming Global warming is a serious problem 全球暖化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Global warming is a serious problem 第二个单字是 节能 来,跟我一起念一次 Conserve energy Conserve energy We should all conserve energy 我们都应该要节能 We should all conserve energy 第三个单字是 Cooking oil 烹饪油脂 来,跟我一起念一次 Cooking oil Cooking oil 就是把烹饪跟油结合起来的一个单字 Cooking oil is dirty 烹饪油脂充满脏污 Cooking oil is dirty 那我们再来复习一次 今天教的这三个单字吧 Global warming 全球暖化 Cooking oil 烹饪油脂 Conserve energy 节能 那下次再和我们一起 听新闻、学英文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